不管是前阵子在西岸港区办理的敦牧舰队参观活动 或是更早之前在综艺路港边举办的黄色小鸭活动 以及一些连续假日期间每次有举办热门的大活动时 基隆火车站周边就容易大塞车动弹不得 连带回堵影响到港西街以及中山一二路的交通 对于要发展观光特别是邮轮观光的基隆市来说 就显得有些落惨 希望市政府可以研溢出好的交通配套措施来应应 我们市中心这个大问题 每当我们办大型活动的时候 或是上下班时候 我们的市中心都会用筛 这用筛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大困扰 那要如何去改善 我要请交通处再帮忙一下 看有没有什么配套措施 这也就是民间一直在跟我反应的 那你知道吗 我们从港西街的邮局到我们东岸庭这个厂 80公尺里面我们要花多少钱 多少时间才能过去那边 一般来讲应该是四分钟 是五分钟就可以到 可是当拥筛的时候会产生多少 像那一天施委政议议员讲的 可能要半小时 可能要50分钟 可能要一个小时 所以说这个拥筛的问题 像以前我们黄色小药我记得 那一旦在中山离楼那儿去 后面我们是观光城市 我们尽量五六台机 那时候呢 如果又用筛怎么办 我们要预防 先事先去把它准备好 对不对 不能等事情发生了 我们才来准备 我们是来不及了 钱已经跑掉了 人家也不想再来了 所以说 我们的交通 真的要再去思考一下 要如何进展 要找到我们的配套措施 那麻烦交通处长 谢谢你 你看 单单一个敦目见来 人来整堆地摆地摆摆摆摆摆 他就走 然后我们的餐料和两边 大塞车 市中心也一样 这个乱象 真的不是我们一个台湾之首 台湾头 如果这样整形有一点 那当然我们现在新的团队上 我希望 我也知道你们都很有能力 那我希望你们看 我们大家来共同演绎看 如何让基隆市更好 更方便 更美 郭美秀对新的市政府团队有信心 希望可以尽快做一些 因应的配套交通措施 避免大塞车的情况再发生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我们下期五分钟就可以 谢谢大家